做完之後 反正就是驗收就是直接按下這個就清楚 按下這個就輸出 有沒有 實際上這個字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的就是連到SUB這一個 所以也就是說將來呢 一個比較簡單的邏輯 就是你需要幾個按鈕的話 那也就是說呢 你就需要幾個SUB 所以呢 我們這邊需要兩個按鈕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會需要兩個SUB 那SUB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N的SUB 所以頭跟尾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那這個清楚的話 一樣SUB 有沒有 就是這一段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SUB 將來就是執行 按這個按鈕 就執行這一段程式 按這個按鈕 有沒有 就執行這一段程式 這個按鈕按下去 就執行它 這個是基本規則 我想應該這個很單純喔 所以將來 千萬不要把BBA想得太複雜 反正將來 如果你要產生按鈕 那它的程式呢 一律都是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這邊一定有兩個SUB OK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有第三個按鈕 你就是在第三個SUB 一次推 OK 大概是這樣啦 蠻單純的喔 那其他的話 如果說還要再講的話 其實大概這樣子喔 至於那個細節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程式你也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那一般我的習慣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程式更精簡的話 其實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上面定開頭的 這些全部把它刪掉 OK 馬上好像程式就變短了 有沒有 那你說為什麼 那個定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所謂的定 指的就是宣告變數的意思 那也就是這個宣告後面的就一個變數名稱 它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那你說老師 這個不是很重要嗎 宣告變數 那跟各位講喔 在VBA裡面喔 它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宣告變數 也可以不宣告變數 你可以自己選 那有什麼差別呢 理論上的話 資金效率會 如果沒有宣告的話 會比較差一點 差多少呢 以這個程式來看喔 大概差千萬分之一秒 千萬分之一秒 是 那意思是沒差的意思啦 OK 如果沒有什麼差別 那你需要多寫這些的話 我是建議啦 我個人比較習慣 是我不喜歡看到這麼多程式的話 我是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那其實就輕簡 還有像那個空白列喔 我看就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會把它再輕簡 把它再 有沒有 把它拿掉 那底下的話 它到底寫了什麼啦 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第一個它就是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範圍 也就是把這個範圍 變成一個名稱 一個物件名稱 名稱的話叫RNG 那這個RNG的話 底下有個回圈 FOR EACHE的意思喔 就是把每一個啦 把每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什麼呢 每一個儲存格 通通取出來 那它取的方式一定是由上到下 由左到右喔 所以它如果取的話 一定會先取A2 所以呢 它會先取出A2 放在Sale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反正就是做剛剛我們要做的事啦 取出刮虎裡面的資料再輸出 OK 所以它是一個一個輸出 一個一個輸出 之後的話呢 就幫我把這些全部都輸出了 OK 所以其實啦 主要就是透過這個FOR回圈 一個一個的做啦 那所謂的回圈喔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把你要指定的範圍的資料 通通做處理的意思啦 OK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細節部分呢 可以在自己再會看一下 如果將來這些層次都看得懂的話 那你也不一定要靠AI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短時間之內 要把這個學好 該是蠻困難的啦 OK 所以暫時知道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關掉 那最後的話記得喔 存檔 按儲存吧 我講過喔 跟上禮拜一樣喔 不要存錯喔 它存檔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在無聚集的 所以特別是預設是 叫做XL 有沒有 副檔名是XL SXO 這個沒有M喔 那沒有M意思是 沒有把層次存起來 所以請特別小心 千萬不要直接按是 如果假設你按下是的話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寫的層次 就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來喔 那怎麼辦 記得喔 這個不要做錯 因為之前真的有同學 就按是然後關掉了 然後下一次打開 誒 程式不見了 誤解 OK 記得喔 請按FOR 瀏覽一下 記得喔 關鍵的地方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個地方請務必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錯很多事啦 所以我先稱 記得喔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儲存 這樣子 這一題就Ending 先把它關掉好了 OK 那這個關掉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喔 再幫我開啟另外一道題 跟這一道題有點類似 剛剛只有一個刮鬍對不對 這個的話有幾個刮鬍 152喔 啟用編輯一下 這個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OK喔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幾個刮鬍 1 2 3對不對喔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這邊已經有答案了啦 這個寫的公式實在是 哇 這實在看得很累 當然公式有很多 OK 我們可以把它抵立得掉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請幫我 根據前面的規格 有沒有 把長取出來 寬、高分別取出來的話 欸 那我應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一樣的道理喔 這邊有三個輸出對不對 那請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一次問三個問題 如果你要問Charge V 我建議喔 你先問長 再問寬 再問高 也就是說你要問三個問題 不然的話 你一次問的話 我覺得失敗率會很很高 但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設喔 你問了之後發現也正確喔 你可以再回饋給我 讓我知道說 喔 原來一次問三個也OK 好吧 畫面呢再先還給各位 把剛剛前一題先Ending 然後呢 试試看一下 當然最好是你自己 可以不用看我的答案 我參考答案 你自己如果可以做出來 那這會更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齁 中文字幕 李宗盛